大家好,我是甜甜 大家好,我是甜甜 嗨,大家好,我是甜甜 你們還好嗎? 那希望大家到目前為止已經上網 上集的所有課程啦 那上集我們有提到一些 像是最基本的文法啦 問好啦,還有一些生活上的用語 那我希望你們真的有 學到很多也喜歡 我的教學方式 那我們其實在當初的時候呢 我已經規劃了16章節的課程 那上集的部分有八章節 下集的部分也是另外八章節 那我們現在就到了要上 第二集 下集的部分了,那下集呢 我會提到像是 德國的文化、飲食文化特色 用餐禮還有用餐的對話 那像是還有一些 借氣子部分啦 格式啦、助動詞 還有其實在生活對話中最常用到的 就是過去式啦 或是現在完成式 因為當你在人家問你 你週末做什麼事的時候 或是你昨天在幹嘛的時候 你休假的時候在幹嘛的時候呢 這些時候你所需要使用到的文法就是 現在完成式 或是過去式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這次章節會學到什麼 下集的第一章節呢 是名詞的格 那為什麼會放在第一節 是因為其實這個文法在學德文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基礎的 因為就像在學英文一樣 你要分辨主詞、授詞、代名詞等等的詞 德文中的名詞呢 有分主要四個格 第一個是主格、授格、語格跟屬格 那麼不同的詞性呢 會使用到不同的格 那這個格呢 也會受到它的動詞或是介系詞影響 而改變它的格 第二章節呢 就是比較輕鬆的讓大家來認識一下 德國的飲食 首先我會先教大家 德文中的定冠詞與不定冠詞 再來介紹幾樣德國的特色料理 最後呢 則是學一些要怎麼描述 食物與菜色的形容詞 在德國啊 不管是去餐廳 或是你去人家家裡拜訪的時候呢 對方在煮的東西的時候呢 當然你就是要客套一點 或是真的真誠的 贊明那個食物的時候 你到底要用哪一些形容詞 所以這章節呢 就是主要是了解德國的特色料理 那也知道在什麼時候 用哪些形容詞來形容一個料理 或是你對這道料理的想法 第三章節是延續第二章節的 德國飲食的第二部分 最開始呢 我會先教大家兩個主動詞 vooden跟mohntn 那他們的意思就等於英文的 would like to 那這兩個字呢 是在我 這兩個主動詞 是我在餐廳點餐 或是不管去哪裡的時候 最常最常使用到的主動詞 再來我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在餐廳點餐的時候呢 該用哪些句子 以及最後你要付錢的時候 你要怎麼跟服務生說你想要付錢 那到時候最後的時候結帳的金額 到底要付多少消費 這章節呢 你主要會了解在德國用餐的時候 點餐的順序啦 那德國用餐以禮儀 以及該付多少消費 第四章呢 注動詞 那主要就是在延續第三章節 我們學到兩個注動詞以外呢 其實還有其他的注動詞 是很重要的 那像是mussen呢 就像是英文的must kernan就是像是 表達一個人的能力 那solen呢 這個shoot就是 該不該 應不應該這樣子 那volen呢 就是表示一個人想要怎樣 那dwarven呢 就像是英文的me 他是要在問 詢問批准 在最後的時候呢 除了列舉出這些 注動詞的現在式 規則變化之外呢 我也會告訴大家 這些注動詞的過去式變化 是如何變化的 學會了這些注動詞之後呢 你就可以表達你自己的意願啊 自己一個人的能力 還有你想要 或是你在詢問批准的時候 要怎麼使用 會在這邊介紹給大家注動詞 是因為在生活日常中呢 這些注動詞非常非常 頻繁的會用到 所以大家在想要表達自己的想法 跟在詢問東西的時候呢 就會用到這些注動詞 第五章節 過去式與現在完成式 這兩個文法呢 是我覺得在學德文中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兩個文法 這兩個文法呢 在德文中都是在形容 你過去做了一件事情 那現在完成式呢 也可以是 你過去未曾做過的一件事 那麼過去式就是比較簡單 它就是有分規則跟不規則 這個動詞變化 而現在完成式呢 則是要分成b動詞跟have 加上過去分詞 所以這章節呢 最重要的一個學習要點呢 就是你要去如何區分 我到底要用b動詞 還是用have加上過去分詞 來說出這個現在完成式 為什麼我說會這麼重要呢 因為在生活中 不管你在跟任何人 在聊天的時候呢 你可能是剛周末完之後呢 周一大家同事就問說 欸你周末做了什麼 那這時候周末已經過去了 所以就是要用成過去式 或是現在完成式 來形容你當時周末在做的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甜甜 就是現在想要安排這章節 給大家學習 第六章節介系詞 那麼在第一章節 在介紹名詞的格的時候呢 我有提到就是德文中有四種格式 那麼這些格呢 會受動詞或是介系詞的影響 而改變他們的格式 這也是為什麼這章節 我會想要介紹哪些特定的介系詞 後方式一定要加上accusative 受格 或是哪些介系詞 後面一定要加上dative 當然啦有些文法中呢 沒有一定的規則 有時候就是會有例外 這也是為什麼第七章節 介系詞的第二部分呢 要來介紹哪些特定的介系詞呢 後方竟然可以加上accusative 或是dative 那當然就是這章節 大家就會學到說 要怎麼分辨後方是要加受格 還是加語格 那麼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VO與VOHIN 這兩個都在形容哪裡的時候呢 為什麼會有差別 那我到底在使用上要怎麼使用 這章節也會學到 最後呢第八章節就是 總複習對話啦 那我就會彙整過去所學到的文法 以及一些對話 那最後就會錄製成一段對話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會再一一拆解這些對話 所使用到的文法與語句 那說不定呢 我們有機會就是聽到發表聲音啦 那麼大家在上課的過程中 有任何的疑問都可以寫信詢問我 那或是你們覺得說我在教學的部分 哪裡有可以改建的部分 也可以告訴我喔 那我們就第二下集見啦 掰掰